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這個叫線上去背服務 為什麼要做去背 因為 圖片如果像我們剛剛那種方法 從這邊 你如果找的是 我們剛剛 沒有切剛好抱歉 如果你剛剛找的是我們在這邊插入圖片的時候 我們不是找這個嗎 這樣丟出來 對他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去背 對所以旁邊都是四四方方的 你一點多旋轉一下嘛 效果真的比較差 那怎麼辦 去一下 來這邊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都是去好的 他預設會幫你記住你曾經 就是去背過的 曾經去背過的 就在同一台電腦 好那我們來先找看看 比如說如果你要在這裡 找圖 我們就找剛剛那一張嘛 也可以啊 這樣找到了對不對 還是你要去中正經驗 隨便你 好假設這一張 這個 其實比較小張 375 那麼建議各位 點進去之後 你可以按這個地方 有沒有他有一個尺寸對不對 這個他就會用 同一張的去找看看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這樣了解了吧 這個一定要會用 好假設我找這個大一點點的 這樣去背效果比較好 但是不要在這裡按右鍵喔 因為你在這裡存的還是小張的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要怎麼辦 查看圖片 這個不能看 那看 這張 查看圖片 喔唷有沒有出來了 好你就把這一張 這就真的要存下來 好這個要真的把它存下來 所以我現在呢 好 我就儲存起來 然後 在這裡 你進到這網站之後 你可以脫意也可以直接選檔案 好那我現在呢 就直接從這邊來選就好了 我在這裡 把它丟過來 傳上去 這個網站建議各位不要用IE啦 用IE比較容易 做到一半他告訴你他不行了 雖然你還是可以進去啦 有沒有進來了 進來了 很簡單 這個網站以前各位如果你要去背你會用什麼軟體 最常見的叫Photoshop 或Photompeg對不對 但是要不要學很久 好像要 你會這個網站之後 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情 以後沒有藉口 我不會影像處理 我做一次給你看 你看上面 有沒有三個工具 四個工具 綠色是要的 這個不要的 萬一畫錯 橡皮擦擦一擦 就這麼簡單 所以 馬上 哪裡是要的 我告訴你喔 這個網站 只有一件事情 不要太認真 我有沒有很隨便 對他沒有很尊敬啦 但是 開玩笑 不要太那個 來 外面這裡不要啊 這裡不要啊 看右手邊 好 這裡還不行 再弄掉 這裡不行 弄掉 這裡不行 弄掉 有沒有 萬一他是不是現在做太多了 你可以用滾輪放大縮小 放大 這裡 這裡手不要把弄掉 我要 點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回來了 這裡不要 對不對 那 點一下 他就在把裡面拿掉 沒錯吧 萬一筆刷 太大太小 有沒有在這裡可以改變 比較細節的地方你要用這個 來我這裡不要 他會自動把你偵測 右手邊可以馬上看到 喔 這裡做太多了 那你可以稍微把它移動一下 到旁邊也可以 有沒有 就進來了 到最旁邊他會變成這個 你也可以直接手動變成他 好這裡我要的 綠色的 告訴他 這裡不要亂來 有沒有 有沒有回來了 對不對很簡單嘛 事實上你從左邊做也可以從右邊做 假設我這裡不要 我就從右邊做也是可以的 我滾輪放大一點 記得你要搭配你的滾輪 不要太遠然後就這樣點 因為這樣會不准 好不准喔 所以我把它拉上來一點 假設這裡我不要 筆刷太大了 所以把筆刷變小一點 好 變小一點他 作用的範圍也相對比較小 有沒有拿掉了 所以 你 除非說那個地方真的怎麼樣 很不OK的 這裡 所以你看我有沒有很不認真做 我都慶菜露滷了 所以雲端服務很多嘛 幹嘛一定要用軟體呢 用軟體只是一種選擇之一嘛 好我們再找看看哪裡有不滿意的 好像上面頭髮吧 在這裡 徽章不見了 告訴他這裡我要 這裡範圍比較大 所以我就用大的 那麼 各位其實你稍微留一下我在用的方式就是 我 平常我們在做具備 最 重要是要找邊緣對不對 可是在這邊 請你不要在邊緣上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是在要的裡面直接塗 我不是畫在這個邊緣上有沒有 你畫在邊緣上他就會幫你多算了 就是在要的裡面或者不要的裡面就好了 你可以點一下也可以拖曳 可以點一下也可以拖曳 這樣效果就很好 我再拿進來 這裡 還不OK的 再把它弄掉 加進來 你可以像這樣點一下 他會幫你算的 那萬一這裡太多了你就可以把他怎麼樣 把這個 弄掉 他會算的比較準 算的比較準 好 在這裡 記得你要滾輪 放大縮小 去看一下他 抓出來的那個樣子 這邊大致上 差不多了 這裡 好這裡你注意看一下我也是在裡面有沒有 在這邊畫你不要畫到外面來了 畫到外面反而效果不是很好 點到這邊 好好的OK 左手邊我們再看一看 再看看 這裡一樣 所以這裡我要的你就在這裡 有沒有都畫在裡面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處理了哪 所以 再往下走 走看看 都不錯了 好我就滾輪往後退 你看 使用前使用後就差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好了之後怎麼辦 下載 在這裡有個download 重點在什麼 這個也是png 因為我們要他的背景透明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下載這個 叫做 點一下 你看他的是不是叫做png 有沒有 所以 為什麼說 這個格式 一定要記得 當你在做這個時候 右手邊一樣會出現這個 出現這個 好像馬賽克一樣 現在呢我就可以回到我們原本的這個 這個 這一張留著 做比較 找到 這裡 這裡所有檔案 這裡回來了有沒有 好把他 右手邊 我沒有去到嗎 看一下 所以這個線上服務大家一定要會 不會的 只能說 今天來press不會沒關係 這個一定要把回去嘛對不對 對 不難的 重點在你不要塗在邊緣上 要塗在裡面 塗在裡面 那你輕鬆畫就好 不要畫太多 不是不能講太多 筆畫真的不用畫太多 他只要點一下 他不用 我們傳統的做法要去背 一定要是繞一個圓圈 他不需要 你可以先點一下 點一下 或者拖一段就好了 去比較看看 好 我們讓他 請問這樣有沒有不一樣 簡報裡面 這個功能也可以用在哪裡 你的PowerPoint PowerPoint也要做去背啊 沒有做去背 能看嗎 不行對不對 好我就把他們還給各位囉 所以比較不一樣的 整合方式我們一定要會用